哈囉大家好我是徐玉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析一下這個 台港澳版明天 一次開兩詞 那一詞的話是超Fever祭典 也就是我們的Alice Underground系列的加盟 另外一邊的話是我們雙十節特別轉蛋 那雙十節特別轉蛋呢 我們就先一言以蔽之吧 對四個皮膚角都是OP仔 都是基本上還是今年度最強悍的幾個之一 就各屬性最猛的之一啦 桃霧 司馬錢 西亞跟女娃 這幾隻怎麼多強怎麼常用 因為平常看我直播應該都知道 我大部分時刻也都在用這幾隻在刷東西啦 好那我們就直接用機率來講 機率的話就是呢 咳咳 很恐怖 超級難抽 S5就是常駐的角色佔98% 然後其他各0.5 也是說這個S5保底格確實是保一隻65 但沒有那四選一啦 但我想這四選一也不太可能 因為畢竟 說真的 桃霧跟西 出的時間沒有很長 如果那個機率給太高 一定又會有人開始罵說 哇賽這個招賣 招享受完賣 想折扣折扣也太爽了吧 所以不是很意外的呢 就都是各0.5 我本來還以為會有什麼 各10%之類的 就至少10%10% 剩下均分6 剩下的常駐佔60嘛 各0.5確實是有點超出我的預料之外啦 所以只能說 雙十節看起來挺香的 但是 那個機率呢 真的有一點點恐怖啦 雖然說這幾隻真的強無敵 那就只能說 看你們自己敢不敢拚了 好 那另外一邊的話是加盟 加盟的話呢 是這邊 S8 保一隻65 然後END 中間有個END 寫得很小 那個END 是加盟的掉落率是50% 也就是說應該就是 加盟的機會是50% 然後剩下的話是 艾姆霍茲之 雪丁格 然後提塔尼亞 跟洛基歷斯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講講 加盟的技能組吧 人類機械均衡型 三維的話是 3318984806809 綠屬性恢復力提升10% C技傷害提升15% CD6 C珠強化12 特殊注意外轉綠色珠 右下綠充能珠 C珠強化12 毒殺如蟲珠轉炸彈 C珠特大 特殊注意外轉綠色珠 黃色珠轉綠色珠 掉落三回合展開綠色領域 那綠屬性敵我傷害皆提升30% C技的話是單體傷害 攻擊力150% 綠屬性攻擊力跟防熱力提升100 被動一的話是 破如蟲珠跟防毒 被動二的話是 紅色珠轉前頭C珠大掉落 被動三是綠屬性綠色珠連鎖 C技傷害提升50% 人類機械藍色珠連鎖 C技傷害提升50% 被動四的話是 冒險開始跟到達最終階層 綠屬性-3 自身-3 被動五的話是 一回合破壞五個以上 毒殺或蠕蟲珠時 下次掉落五個 C珠轉自身插彈 超大掉落 被動六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下個回合開始 隨機轉三個綠大染色珠 好吧那我得先說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染色珠啦 我覺得染色珠大概是 世界上最傻逼的設計之一 那他的三個超大綠 染色珠嗎 這樣轉我告訴你 因為有可能都會同時一起爆開 那個同時一起爆開 大概就 嗯 就是只有一顆會有用 所以三顆呢 看看就好 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從他的主動技來講 主動技的話 其實主要還是在C強化 然後還有這個 充能珠的強化 只是毒殺跟毒蟲珠的轉版 我覺得比較少 建議一點點 正常來講可能 大部分的石刻是用不到的 那我覺得主要就是看 你就當作是 點燃武跟手指的 C強吧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被動本身也有 紅轉前頭C掉 然後被動三也有 大力被動就是5050 然後一邊是綠色一邊是人類機械 人類機械的話 綠屬性應該 我覺得現在應該還是可以組出 蠻恐怖的一套陣容 所以也許你真的缺這個 紅屬性弱C仔 還蠻值得拚的 那被動4也是綠減三自身減三 被動5的話 就真的要看毒殺或毒蟲 那我覺得並不是那麼容易去觸發 被動6 我只能說 那個染色珠三顆 通常只有一顆炸的到 雖然正常這樣子來說的話 5 6通常用不到 那 但我覺得光是 被2 3 4 其實就都還蠻好用的 然後主動技也有C珠強化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 征服一些有沒的東西 可以卡板 然後C珠也可以用 有機攻擊跟提防 其實是算還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如果可能他S5 或是S5必中 S8必中 我本來第一眼看成 我以為是S8必中加 那還蠻可惜的 也是中間看到的End號 所以就知道說 有50% 只能說50%的機率 因為還有機會 歪到其他 微博的東西 所以只能說 確實 86 24 32 48 56 72 80 各有50%的機會 但我覺得那樣子毒 也是有一點點難 所以只能說 就考慮吧 因為 如果你真的講說 你缺目屬性的 如果有C角 C威力角 確實是還蠻值得拚的一個選項 但是考量到這個池子 然後 看起來不是很好抽 然後下禮拜二就又 都是 國際版週年的正式活動 那就 自個評斷吧 我覺得也不用講太多說 一定要抽 可是一定不抽 但是我至少覺得 可能蹲一下比較 好啦 那今天的分析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朋友繼續吧 因為 我只能說啦 他都寫一堆問號 我也不知道到底這個Schedule 不知道有啥P用 不知道 好 那就到這邊 搞一個段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按個訂閱按個鈴鐺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